這是我手電筒的 兩隻 三隻 出了 另外一個狐狸 在我們下面而已 OK解決 給大家看到收音長知道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拿鐵家 我還是MWR 鞋圖圍 今天要分享的是獵巫行動我搭配的槍枝組合 我用偽裝者去軍港刷SKS的槍 搭一個4到10倍鏡 然後搭一個消音 裝備的話都是禮包卡片換的 喔配到一個王牌 開場在隧道公路這個方向 我們可以先去打纜車 喔火力出現了 下面伐木場這邊先不去了 第一個點我覺得比較多人搶 對我直接衝去了 他想開寶箱先給他開 可以犧牲 因為我沒有配進槍所以進來一定要先撿一把 可以拿進去用的槍 保險箱他應該開完了 他收右邊我收左邊 那這什麼東西可以拿 喔天線喔哇塞小金兩萬 兩萬還好放這裡就好了 出了另外一個狐狸 沒東西 沒東西 喔在我們下面而已 這個先衝吧 獵狐開始喔 我自己搭 4到10倍鏡我覺得比較使用 因為可以打比較遠 有人在移動 有聲紋 跑上去了 他跑好快喔 這有一隻 直接點掉 還有一隻 OK解決 兩隻 他的裝備在上面 哇塞 等一下有人 有人對我開槍 快跑喔 狙擊嗎 我先繞一下 看一下敵人在拿 我現在拿遠程槍盡量不要跟敵人近戰 因為這把AKM沒有改 很飄 敵人應該在我跟隊友的中間 差不多這個位置吧 剛剛槍點應該是從這邊 打過來的吧 這方向 有聲紋 哇他跑過來是不是 可以拔了 沒丟好 趁炸咧 把他炸半殘也好 魔法攻擊 休想過來 我們要拉遠一點打 這個地方應該可以 好像跑掉了 應該是有炸到他吧 剛剛看生紋的方向 他差不多在那邊 就出一個獵狐了 屍體好像在上面 在哪裡啊 這邊 噢水水水 在這裡 看一下 呃 哇哦 裝備不錯耶 一萬五的頭盔 先換掉 包包帶有點小 一萬五的槍先換過來 唉唷 槍點 唉唷 這頭盔 這面罩被我打爆了 M10阿 手裡的裝備 我把他配件拆一拆 換這個仿裝好了 東西撿不下 信物 最新我還是第一次拿到 昏戒 先帶走好了 體記本要拿 超大包包阿 哇這個手裡人這麼好阿 他帶一個這麼大的背包 直接繼承 欸 行中成功 哇 隊友那邊直接解決兩個狐狸欸 怎麼有槍身 欸 隊友死了 他應該是被人家偽刀 這張地圖很容易被偽刀 所以我才說玩遠程 至少 比較容易跑得掉 除非遇到熱成像 這個方向 給大家看到收音場這樣阿 然後我們該走了 走三號吧 離遠可能會走四號 好 身穩 忍機吧 直接點掉 這邊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OK 一槍一個 單純看他們不爽 哈哈 把外圍都收掉了 好像還有一隻 沒時間剪裝備了 我們直接走 這裡還有 這個比較好 這是有手電筒的 你還沒發現我 十倍鏡的厲害在這裡 兩隻 三隻 知道為什麼來玩這個模式呢 這是拿 遠程的背鏡阿 SKS又便宜 不用怕噴掉 應該有手電筒吧 有有有有有 有手電筒了 就這個 把手電筒全部撿走 別擋路阿兄弟 還來 掰 喔 欸這神蠻好用的 這裡 這張地圖主要就是呢 打狐狸的話 要小心別人 埋伏阿 我也是常被尾刀阿 所以後來我就是拿遠程 剛剛那個敵人跑 我一點快有點嚇到 這場拿到一個 小金天線阿 然後呢 佛雷德的 婚戒在這裡 這場 19萬收入阿 剛剛隊友那邊我不敢過去阿 因為敵人不知道是幾隻阿 如果熱程相的話 很難跑得掉 因為他這樣地圖的人見度太低阿 如果說被偷襲是直接HG阿 對方沒有熱程相的狀況下 你被偷襲像我剛剛還跑得掉 如果是熱程相的話呢 可能是躲不掉的 除非你自己也是熱程相阿 跟他打 好這場就12殺 隊友有點可惜阿 因為他自己一個人跑過去那邊 去打獵狐了 這場就分享一下呢 其實SKS這把槍我只有改阿 改就是 加個背鏡 手電筒大概可以賣15000左右 現在變15000了 這12000到15000吧 這價錢還蠻不錯的 他可以裝在槍上面 非常使用的東西阿 所以這張地圖可以刷手電筒 再來就是首領有第一次打到 佛雷德的婚戒 他這個應該是兌換品 可以拿來兌換大型雜物箱 對 可是他要收集的東西太多了吧 現在我箱子已經滿了 沒有辦法再換多的箱子了 大家上來講呢 就分享獵狐行動阿 如果你有熱程相 你就裝熱程相阿 可是像一場可能一死掉 可能就噴20萬到70萬阿 然後像我的話呢 就一場大概搭4-5萬的裝備進去阿 然後有些東西都是去其他地圖刷的 刷到以後創在身上也不用花一毛錢 主要就分享一下 用4-10倍鏡呢 輕鬆解決首領阿 完全不費力 歡迎大家分享 你們玩獵物行動有什麼攻略呢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跟討論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不可以喜歡 請訂閱我打開同志鈴鐺 後面繼續分享這遊戲攻略跟情報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影片見囉 掰掰